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些朋友会提出说投资房肯定是第二套房了 我也得看看我的荷包里面的投款够不够 首先跟我们来聊投资房和手套房有什么区别 好 首先投资理财是我们华人一直追求的目标 也是孜孜不倦的事情 好 那投资房你如果要进入这个市场的话 当然现在是一个好的进场时间点 关键就是说要算一下你的回报率 好 不要盲目的投资 对 那有一些的投资房它本来房价不低 可是你的租金 你的地税开支还是地税蛮多的 租金又不是特别高 那相对买价并不便宜的情况下 你要算一下你的return 和它之后的价格上涨的空间有多大 自己都是要做一个评估 做一个咨询计算 然后再去进入这个市场 对 说得很好 所以呢 还是就房子的本身 我们要先有一个大概的一个估值 概念 对不对 对 有一个概念 就是它的那个 现在虽然利率是很低 但是也要看这个房子 我租出去的钱和我扣掉地税 可能有些还有HOOA 这样再扣掉我还的principle 还有这个利率 是不是能够cover 是不是有收益 或者以后这个房子未来好不好 好 那我们现在假设 现在我们就是选到一套特别好的这个投资房 然后呢 我手上也有些闲钱 我觉得放哪儿风险都很大 不如放在房子上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做投资房了 但是我们普通的概念 就像我们买第一套房子一样 肯定是说 哦 那我要买房子了 我要下offer 然后我要找我的贷款经济 然后我要看这个投资房 我能拿到的这个loan 它的利率是怎么样 我会不会比第一套房 我要还的这个利率更高 所以投资房在我贷款的时候 是怎么样的呢 贷款的方面 如果利率方面来讲呢 投资房是要比资助房的利率要高 基本上会高0.375% 到half point的percent 这个range里面 对 因为你是要投资的 business的income 有profit的 对 所以跟我们手套房 拿到的这个贷款 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对 然后你买投资房 提醒一下 你买single house 你买两个单位 三个单位 up to 4个单位 利率也有不同 哦 是哦 single family也是这样子 嗯 4units的那个4plex的利率 会比single house那种的investment的利率 还要再高一点的 哦 我要问一下 如果对投款不够 又想买投资房 那怎么样做这个会最划算 帮货可以形成 可以成立 有什么方法吗 好 投资房的买房 它的贷款呢 是有一定的限制的 不像资助房 好 首先你投款的部分 你投资房你资金不够 你也没有办法让自己的亲戚 做那个礼物赠予不够的部分 给你补进去 这个是不行的 所以这个就是提前自己要规划好 把那个投款的金额的部分 已经在买房之前的两三个月 已经存入你的个人账户里面了 不要有马上的即刻的那种存入 那个是不接受 你当然还要考虑到 除了投款的部分 还有closing的 escore title这些费用 当然重要的是你投资房 你还要准备好那个预留金 就是那个reserves reserves也不是可以做礼物 也不行 也得事先准备好 如果你有那个股票账户啊 或者是有退休金 401k这种Ross Aira 或者就是401k那种的 是可以做你的reserves的部分 这个好像有点陌生 好像我们本来在买房子的时候 没有这个预留金 这个预留金是专门针对于投资房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它就是有这个规定 这个lenders它有个guiline 那主要是要看你既然是投资嘛 你不能说什么准备都没有 那之后六七个月的payment地税 所以所有的开支 你付不出来 那银行会有一个concern 所以它需要reserves要看 对 所以我们在买投资房的时候 你不能这么觉得 哎呀我大概50%的投款有了 然后做excode的费用有了 你这个不能算得刚刚好 一定要多算一点 刚说到这个预留金 大概是房子的百分之多少 或者代表的 基本上它是房子 你有那个mortgage的payment 然后加上每个月的average的地税 保险或者你还有HOA 比方说买的是investment condo 对 那你反正这些所有的开支 每一个月的开支 比方说3000块 它基本上至少会需要 六个月的预留金 也就是说一万八 那个也是在你的账户的 至少要两个月以上 看不见刚存进去钱的 OK 或者CEK financial的account whatever 这个都可以做reserve 好 那观众朋友们 那现在呢 感谢莫妮卡 然后我们进一段广告 那如果想买投资房 手头上这个投款不够的 可是有一套房子的朋友 你们是不是豁然开朗了呢 好 广告回来 我们继续来到meeting room 跟我们的莫妮卡来聊一聊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还会有一个问题 是关于现在的房地产 非常的有意思 待会儿回来 好 那刚刚我们已经解决了 一个很大的问题 要买投资房 怎么办 那我们就延伸到第二个问题了 我觉得说 房子可能会掉 最后没想到 我刚查了一下资料 南加州的房子 平均涨了17% 洛杉矶有14%点多 好像看来 Sombranadino涨最多 Oranger涨了很多 反正总练之房价 一直在往上走 那就有很多朋友说 哎呀 我实在是等不及了 我想买房子了 可是他们进了这个房地产 实际上就发现说 我给的offer 人家根本就不卖 然后可能因为我要做贷款 时间很长啊 什么种种的原因 最后我加价了 别人都不卖 我拿不到这个房子 那现在怎么办呢 现在这个市场 请Monica先帮我们分析一下 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 现在的市场是供不应求 嗯 就是房子是缺货 那到底什么方法 可以把这个房子拿到呢 嗯 其实方法不止一种 那要看你自己本身的 那个情况 首先呢 如果我们是 讲自己财力 就是充分准备好 你的投款 Closing的资金的前提下 你写offer的时候呢 你会底气比较足 嗯 就是说你写offer的时候 比方说开价是90万 你说我的投款就是50万 你把你的bank statement提供出来 或者说我还有cash out的钱 马上refund就可以出来 我加起来 我哪怕我都 只要带10万块我就OK 或者我凑一凑我就不用带 啊 这种就是用你的财务资金 来压倒seller 让他接受你的offer 有钱还是网到 任性任性 所以呢 就是不用去被他加价 比较容易拿到你这个offer 这是一种方法 就是一种情况下的方法 好 嗯 还有一种方法呢 就是说你预先做一些贷款的 预先批准的工作 做得充分一些 对 就是说你的pre-approved letter 你最好就是递哪一个offer的时候 你让你的lender把这个subject offer 的property地址也放在上面 然后写比较精准 就是估算比较精准一些的offer的 那个price和你的long amount long amount的话呢 你基本上投款 我建议在让对方看到你有买家的25个percent以上 这个是至少你不要写个我才付5个percent 我才付10个percent 或者最basic的 他就不太在那么多的好的offer multiable offer当中 他不太容易选到你 那我还建议说你的lender把你的信用分数也写在这个pre-approved letter上 当然不是说一定要帮你查信用之后 你告诉你的lender你的分数比较准确的一个月前 或者你查过的 基本上的middle的分数是多少 让他帮你放在上面 对 就是给seller一个感觉我很有诚意 而且我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了 而且是针对你这个offer的 对 我不是针对所有的target的offer 是针对你的 那一定要是direct lender出的信 那其他的就是对方不太觉得有那个可信度 对 那你的bank statement也准备好比较update的东西 给对方proof一下你的投款确实是在这里 对 还有一个关键点呢 就是说lender的配合也是很重要 因为现在你seller其实是挺牛的 对不对 挺牛的 那么多 那对排队等我要我这个房子 那我挑谁呢 对吧 感觉是远外的女儿 我不仇嫁我 OK 门槛的 对 那你接下来跟他讲说 我再给你一个好的 比较strong一点的我的条件 那我的lander告诉我 你这个offer 我基本上 三个到四个礼拜之内 我一定帮你close escrow 让他快点拿到钱 对 就说我跟你保证说 我remove contingency 基本在十五十七天之内 我的appraisal 基本上no appraisal contingency 它更 comfortable 或者不要写no appraisal contingency 就说我这个long的 contingency 我也没有 那我跟你remove contingency的话 那我给你十五天左右 然后我close 我基本上三个礼拜 到四个礼拜之内 我一定帮你close 那我appraisal 如果有的话 我七天之内 我给你remove appraisal的 contingency 反正就是你的lander 会support你 帮你做到这些 你就有这个power 去告诉seller 你我的条件这么好 你不选我选谁 而且我觉得 如果做到了这一切的话 可能如果有人 虽然他的offer出的比你高 但是他可能 不一定会得到 这个seller的信任 如果你做的那么多的话 他会觉得说 因为你close的时间 很快 很快这个房子 我就会卖掉 我不会说 我今天接受了一个offer 最后我还没卖成 所以最后你会得到 你这个房子 会得到这个offer 所以Eddie 我还是发现 现在真的是 要买一个房子 还是要表现出 我的财力是一方面 另外还要表现出 我的诚意 这样两方面 你才可能会买到 你心仪的房子 不过其实听了那么多 有一个很好的lander 有一个很好的贷款公司 对 包括你本人的三方 这样的一个合作 才有可能用你最理想的价格 和你抢到你最理想的房子 确不可耶 是 现在太难抢 最近有没有打算 再入手一套呀 很难 不过也很难预测 说不定我觉得 南加州的房子 还会持续的上市 当然了 我觉得还是 住买房子的人 可以好运 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 我觉得特别的精彩 我们谈笑风生 莫妮卡给我们 很亲切 很轻松的方式 跟大家讲了投资房 我们要 取现救国的方式 如果你有一套房子 其实是可以完全用 另外一种方式 拿到更美丽的贷款 和更美丽的价格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如果你要抢房子的时候 一定要多多 跟你的lender 还要跟你的贷款aj 好好地来沟通 怎么可以 一下子 就把你熬的房子 给拿下了 那当然了 我还是要感谢莫妮卡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也可以咨询莫妮卡 电话呢 就在我们的屏幕下方 OK 那今天的节目呢 到这边就结束了 再次感谢我们的莫妮卡毛 谢谢 谢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